蔬菜货架全空咬 肉热的货架也被抢光了 大陆武汉超市货很少人很多 许多人奔到超市抢购物资 因为当地疫情升温已经进入暂时状态 官方要求全市1351万人都得做核酸检测 急着抢货是因为 武汉许多社区都已经采取封闭式管理 只能进不能出 引起部分居民恐慌 武汉这座大陆第一个传出新冠疫情的城市 在清零14个月后再发现本土病例 目前累计7人确诊 全都是一处工地的工作人员 现在工地全部停工 然后封闭场所 这7例有5例是保安 它不是我们项目 是物业公司的保安 两例是劳务 这几位工地员工初步调查 和南京感染Delta病毒的患者 在火车站有足迹重叠 曾被病毒肆虐封城76天的武汉 直到年初才逐渐恢复生气 面对新一轮变种病毒侵袭 大陆官方说什么也得守住 迅速采取最高规格防堵疫情扩散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